曹绿姐姐,你不要做傻事呀,有元宝在,会保护你的,刘大山没办法把你怎么样的 元宝小姐,谢谢你,不过你还是让我去嘎了吧,有个家人不会放过我的,谁让我现在是一个没有主子的下人,而他们又是谈家的大舅阁呢 你这个哒哒哒的,还敢拿自嘎来吓唬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是什么身份,配在我们李子村逞兄,算起来我现在是陶绿姐姐的老板,伦德到你来管吗 元宝虽然不想和谈家沾上一点关系,但为了保住陶绿,只能如此 刘大山,这是我们李子村,你想动我们李子村的孩子,是不是得先问过我们这一村长辈啊 再说,元宝说的没错,他虽然已经是金家的,但也算陶绿半个老板 老板仍在,伦德到你开口发卖 好了,你们铁了心要为要为一个丫鬟跟我刘大山作对是吧 做什么对,元宝是我们村的人,你敢动他,就不行,也不看看你算老几 你这个坏人,以后要是敢来我们李子村,我就让你从一米七变成一米五 别怀疑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可以试试 没错,元宝说的话,你们几个听到了吧,以后这个家伙再踏进来李子村,直接让他从一米七变成一米五 是,鹰队长 那我,都是误会,村长,我今天过来不是为了别的事,主要就是因为我那个外甥 如果找不回来,我以后怎么又连见我妹子啊,我要上路找我外甥,总要盘缠的吧,所以才想着把桃绿削了,不然靠元宝这个丫头去找啊 你们刘家的作风,在你们前美村是怎样,就不必我多说了,所以这是真闹到官府上,你们一点好处都讨不到,所以谭祖根的事情就不必你操心了,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你,你都已经是金家的人了,还管这么多闲事干嘛 我就管定了,你能怎么着 好,很好,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三个月找不到,那我就把桃绿削了,我自己去找 那我现在就把桃绿的钱给你,你去找,三个月内你找不回谭祖根,我就让你从一米七变一米五怎样 对,元宝是谭祖根的亲姐姐,难道还不上心吗 就是就是,你这捞十字的舅舅,我从没见来走过一次亲戚的,连谭大虎嘎了都不出面安葬,现在倒好意思来要盘缠,怕是盘着盘着,这银子就是你资格的了 你来这里消桃绿姐姐,你就是拍花子,转出我们村 东,臭拍花子,不要碰我们村的人 很好,你们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 爷宝,你方才说的话太冲动了,咋能答应把谭祖根找回来呢,你知道咱们安王朝有多大,有多少人口吗 村长爷爷,我说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名义上的弟弟,我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去寻找谭祖根,真的找不到,我也无愧于心了 嗯,好孩子,这样,横竖谭家没人了,爷爷做个主,把谭家的房产过到你名下,也省得有人惦记 村长爷爷,这不好吧,而且我不想再跟谭家有任何关系了 丫头,有什么关系,你的身世村里人都清楚,这房子不落入你名下,少不了人惦记,就当是谭大虎夫妇对你的补偿吧 小丫头,房子你就拿着吧,要是实在不想要,等找到谭祖根,再把房子还给他都行 对对对,收下吧 村长爷爷,各位书拜,谭家的房子我赞为达理,等谭祖根找回来就还给他 在此期间,这房子无论我用来做什么,收益都归我,而且我在这里申明,我姓金,不姓谭,所以逢年过节要给谭家上香的,与我无关 那自然,事情就这样吧,大家都散了吧 丁家进新屋的温房宴上,村长把今天刘大山过来的事说了一遍后 说真的,我们真不稀罕那房子,说不定还会给元宝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奶奶,没事的,我打算把房子租出去,而且对方最好是凶一些的 这样就算刘大山这些人有想法也要掂量掂量再动手 这是个好法子,那我这几日给你们找租客,保住找个兄的,爽力的 好了,这是不说了,都吃饺子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陶利,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金家的人了 我们金家是普通装户,头一次用下燃,规矩方面难免有欠缺 但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不该你想的事情,一点苗头也不许有,知道了吗 谢谢老夫人,我会安安分分,不给主子们添麻烦的 行了,既然你是元宝带回来的,以后你就跟着元宝 奴婢明白了,见过元宝小姐 嘻嘻嘻,以后你就是我身边的人了,凡事都得听我的哦 奴婢明白,元宝小姐有事尽管吩咐 那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以后不要再自称奴婢了 和我们一样自称我就好了 然后就是陶绿这个名字不好听 我给你改个名字,就叫清苑 小姐,为什么叫清苑? 清苑这个名字,如同出生草木,生机勃勃 你从谭家到我们金家,就是获得了新生 所以叫清苑,以后跟在我身边,好好种地刨田 喂鸡养猪,一定能够平步青云搭 多谢元宝小姐赐名,奴婢以后一定跟在您身边好好喂猪 报答小姐 清苑姐姐,要自称我,不然我不要你了 小姐,奴婢,我,我知道了 陶绿还是头一次被人如此真实,十分感动 好了,清苑,你以后跟元宝住同一间屋吧 方便照顾她 谢谢奶奶,清苑姐姐,我们回屋吧 我给你介绍屋里的喵喵 娘,我觉得清苑来了正好,家里活多 大嫂二嫂三嫂又有生意要做,顾不上家里 谁说不使呢,过段时日,你临盘做月子 家里人手更不够了 来了一个清苑,也还是不够的 我琢磨这要不要再多请两个人回来,当咱家干农活 先不要了吧,咱家又是盖新房子,又是做生意的 再请人,难免有人眼红,人心最可怕 你说得对,那累点就累点,等后面有机会再说 清苑姐姐,这只黄色的喵喵是俊喵 我头好晕,好困,我想睡觉了 老夫人,夫人,元宝小姐晕倒了 清苑,跑一趟陪家,把司徒大夫请过来 司徒大夫,您可算来了,劳烦您帮我家元宝瞧瞧,他到底是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晕倒了 我来把把脉,奇怪,真奇怪 司徒大夫,我女儿到底怎样了,您给句准话呀 奇怪得很,元宝的脉象没有任何波动 那这不会是 夫人不用多想,我的意思是元宝的脉象很平稳,不像生病的人 那元宝怎么会晕倒,怎么叫都叫不行,要是他有什么事,我也不活了 这,这,你是孕妇,不要那么激动,这样吧,我先开点药,孩儿爹去城里买回来 捡一副吃了看看凑不凑笑 你心绪不宁,干车容易出事,还是我来吧 谢谢大哥 一家子亲兄弟,谢啥 再说了,元宝可是我最疼的小侄女 小呆马,等下跑快些,稳当些,回来给你加草料 这是哪里呀,难道老天爷爷见我长得可爱,把我带回家了 那爹爹和娘亲会很着急的 救命呀,走水了,有没有人救救我 空间宝器,由元而生,太极生二姨,二姨生四宝哥 呸呸呸,小丫头,总的来说,就是你福元身后,善事多行 空间宝器与你身上自带的储物空间结合,产生了全新的空间 名誉招财神府 招财神府,好土的名字啊,不过不管了,那我的东西都还在吗 这里面可还有二百两银票和三百两金票哦,要是不见了,我会很不高兴的 小丫头可真放肆,难怪钱是落得那般下场,嗨嗨,天机不可泄露,善灾善灾 这不正是我的甜水吗,它竟然有那么多,是一个喷泉 正是正是 那我的钱钱呢,我更喜欢钱钱 真是猫改不了贪财,和以前一模一样,喵喵,你就是个掉进钱眼儿里的丫头 骂谁呢,快点把钱钱还给我,不然,不然我就扒光这里的草 罢了,招财神府任你为主,一切都以你的心意而为,想找什么东西,用你的意念控制便好 懂了,银票银票一票,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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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钱素来 宝宝们,学会了吗